老闆, 我們怎麼查真相出來? 晴晴乾流, 我們要盡快找窗 究竟欣老太說的是晴晴哪一乾流 好, 好, 再見 再見 有空吃一頓飯嗎? 我在工作, 遲些再聊 是誰? 當 你在避免我嗎? 不是, 我最近太忙了 你進去坐 你說你在忙 就是跟張心悅一家吃蛋撻嗎 你跟蹤我? 我跟蹤張心悅 你怎麼跟蹤他? 陸桂鳳來找我 她說了很多張心悅有可疑的地方給我聽 欣老太的朋友?她說什麼? 她有機會幫Luna索尿, 要小心點說 她說之前土耳其的親戚找過欣老太 但是張心悅沒說, 覺得又狡猾 Luna30米那件事 不可以告訴她 那她說什麼? 她收起來好像知道的事不告訴我 我也不可以告訴她 有個鈕裝了鏡頭 萬一她真的包給她 那我豈不是很傻 她還說張心悅有精神病 想跟欣老太爭澄澄撫養權 她沒料到就沒駁斥 要不然就賣不到Luna的身 看著客觀點好 這個陸桂鳳是三姑六婆 總是亂說的 之前她去跟欣老太針對Luna 現在是誰不客觀? 之前Luna做過這麼多, 說了這麼多話 都不知道哪些真是假的 你還相信她?我就是因為相信你 所以我才不想跟你猜猜猜猜猜 我問你一句, 你是不是在避免我? 你不要騙我, 你是不是想包庇她? 你之前連爸爸也不包庇 為什麼你會包庇她? 不如我們一人小舉, 好不好? 現在我說給你也不會相信 但是你連說也不肯說呢? 陳總他們開始山水喉 拆皇傳遲了要善停 我一定要盡快找出證據 不是根本沒機會舉報葉紹天 事情殺到身, 她又要我和Hailey分手 好, 我應該怎麼做呢? 我不可以連累Hailey 葉紹天也挺狼狂的 踢走了Hailey 還要找個沒人認識的美芝過來幫忙 最慘的是什麼?很貴貴 那Hailey不再聯絡也是好事 為什麼不想她聯絡? 她也不想再做這個項目 對, 她們兩個本身好好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好像水溝油一樣 怎麼會這樣? 總之她們倆有點思緣 現在的數字寫得這麼大 電影還沒正式開拍 我們已經幫老闆花了一大筆黑錢 你怎麼看? 有什麼怎麼看? 都是聽老闆說的 照老闆意思做 再這樣下去, 蓋不到會讓人知道 我是導演, 又是監製 簽單那個又是我 有什麼事上身, 都是我就是你 虎虎無犬子, 你真是舊老闆 好吧, 我要一些事情出去教 你有什麼事, 說吧 再見 走了 我剛剛叫了外賣, 打算一起吃 不吃了, 很殘忍 再見 再見 對了, 剛剛有點餓, 先把老闆給你走 為什麼最近喝這麼多酒? 不是, 差不多而已 那你上次找你爸爸談得怎麼樣? 他生氣得拆天 他說你倆兄妹為了心口心, 當著他 要我和你分手才肯罷休 你小心點 但是剛才你和Ben這樣說 現在的貨幣這麼大, 如果我和你分手的話 那怎麼沒人和你調查我 你是不是更危險? 那倒是他身, 遇上危險的 你說完了嗎? 是 為什麼你好像不太想理我 還是你想像你爸爸所說的 和我分手? 你想多了 媽媽, 我在爸爸面前和你分手而已 不會是真的 不過他害得姐姐這麼慘 我一定要繼續調查他下去 但是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這樣做是否值得? 可能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像中的樣子 我怕你會失望 只要抓到葉兆天, 我怎麼會失望? 而且他間接害死了你爸爸的 只是這件事, 我也不會放過他 所以我就更加不想你為我沒這個險 我也知道很危險 但是現在細成騎虎了 最多這樣, 我答應你 我會盡量小心 怎麼樣?Meter 剛才女士遷就了 我進去房間, 看到她的外圖 不知道為什麼全部都放出來 還有一件不見了 回來再說 為什麼女士會上來找一件外套? 上次你對著她們眨眼 是不是想提她拿外套? 你為什麼要提她們拿外套? 我正在問你 你是不是藏了什麼在外套上 所以眨眼提他們? 偏見, 找個債也沒有, 偏見 那件外套到底有什麼? 鳳姨和奶奶還搞了什麼? 為什麼女士要偷走呈聲的外套? 她為什麼要看樓盤? 難道奶奶的樓盤安裝了偷拍攝 警察改用我沒有救她? 不可以被Madam拿到嗎? 我一定會在這裡 我還在說你來過 我開車見過你 你不想和她打招呼嗎? 我去看樓盤安裝了 為何晨晨見到在你身上? 你當然拿錯, 沒關係, 我拿回去 下次再談 我拿走 沒有攝影機?衣服沒什麼特別 難怪女人這麼想攤給我拿走 婆婆豈不是把我的攝影機放在我肚子上 哪一件呢? 護士姐姐, 想什麼讓我探望媽媽? 好吧, 待會而已 謝謝 媽媽, 我真的很想念你 晴晴真的很有理心 剛才她特地打給我, 說很想探望你 幸好Hailey姐姐跟了我畫畫老師說 我不舒服 而且她也知道媽媽在家裡 我才可以來 我知道說謊是不對的 不過晴晴太想見你了 所以沒辦法 幸好Ethan之前跟我們接晴晴的時候 老師見過我, 才讓我接她 不過我們只可以留一會兒 因為Mita待會會去畫室樓下接我 我們要趕著回去 不然媽媽就會知道 媽媽, 你又眼光了? 我之前跟哥哥說過外套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節目精華片段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快樂 再收